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位置的人一球 说实话直接起脚射门 也不是非常好控制力度 争抢过程中球出界了 界外球 摇尾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有很多进攻的选择 这是一脚超远距离的重炮 但是这个距离上基本上很难进球 承瑞 防守队员在后场及时破坏了这次进攻 洛尔福 这脚传球直接穿透了防线 看看布莱克斯的纽斯能不能拿到球 有了 比赛开两不久啊 他们就取得了进球 一球优势在手了 他们可以更从容地将训练中的积累 在赛场上尽情地展现出来 再来看一下进球的全过程 一个简单的撞墙配合 创造出了机会 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帮忙进攻的队友上来了 尝试掉防线的身后 有他在这个危险系数降低了好多呀 脚下非常有活啊 传给了王珊珊 后点有人包抄啊 球也传出来了 可惜 门将判断对了球路 轻松拿到了球 他还在用身体护球 这是礼意附身啊 在防守的时候 使用这样的滑铲动作 是非常有讲究的 掌握不好的话 很容易吃牌啊 黄牌无遗了 果然 防守队员似乎说 我能理解 防守队员成功地挡住了这脚射门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文将挡住了这个球 已经让他进过球了 可不能再让他进更多了 和队友打了个战术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太惊险了啊 还好门框这次站在了门将这边啊 机会来了 没有打进 球被门将挡出去了 直接化解了危机 赛格拿到球 赛格拿到球 裁判吹着他犯规 这下危险了 可千万不能再吃牌了 他现在要小心了 身上已经背着一张黄牌了 他要祈祷 这只是个任意球 这种时候 最好是给裁判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吧 我还以为他会选择传给队友 没想到直接打门了 正所谓一高人胆大 从这球的飞行轨迹来看 他的确有这样的能力 唐佳丽 传球失误 球权交给了对手 唐佳丽 扎到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啊 有机会拉回同一起跑线 还好有他在 这下真是救命啊 他挡住了对手的打门 球权要拿回来了 双妹子往上拿球 有机会 门将做出了几乎完美的扑球 球是他们的拉 进距离面对大门 这么近距离的攻门啊 大家都跟着捏了一把汗啊 门将今天这个状态啊 绝对是飘红的 非常极限地把球挡了出去 门将刚刚的表现 可圈可点 对 投球顶得不错 角度是偏了一点 希望他下次能做得更好 他努力地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阿斯拉尼 这门被挡住了 王双 好跳船 机会来了 让开张瑞的处理 进去里抢得成功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没反击成功 被对手断球了 现在是阿斯拉尼拿球 蒂娜布莱克斯的纽斯 门将慷慨地收下了这球 楼家慧 对方前锋的前场反抢有点凶 他现在不太好出球 要不要考虑回传一下呢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皮球被解围出来了 张瑞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这样对手之间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啊 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这球传得不错啊 咱们吹发了犯规 身背一张黄牌的他 看起来要慌了啊 咱们现在出示了 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 把他罚出了场外 现在有点麻烦 现在他们的球队 要面临少一人作战的局面了 直接打远射 还有机会 衡量将球弹回到了场上 干脆俐落地抢断 裁判是以伤听补识一分钟 身边有队友在要求啊 看看怎么处理 烧音响起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场上比分领先的是瑞典女足 球丢了 到了对手脚下 传给了王珊珊 传送到了进区里面 还是需要更有质量的进攻 这次犯规没有逃过裁判的眼睛 就看会不会再吃牌了 两黄面一红 他要被罚出场外了 看起来第一张黄牌并没有对他起到足够的警告作用啊 这是不是敲出他的射程范围了 怎么差这么多呀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是他的脚法支撑不起他的信心的 唐佳丽 虽然比分落后 但他们看上去仿佛是胸有成竹啊 扳平的机会啊 非常棒的防守 画起了对方在进区边缘的一次打门 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 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赴进去了 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 慢悠悠的回防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啊 接外球 网霜 断球阵弓 王珊珊 球选没能延续下来 交给了对手 姚伟 吴海燕 张瑞 传给了王珊珊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上班 扑就很漂亮 他们决定现在派上替补 脚球开出来 到了进区中央 有机会 一次漂亮的拦截抢回了球 位置也还不错啊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应该能找到队友 拿到球了 看看接下来怎么说 张瑞 王珊珊 他一路向前盘带 门家出来把球断下 来得太及时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打穿了对手的防线 他能把握住机会吗 呼救的质量很不错 在热身看来要坏人了 这次是开了个短角球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出界了 接外球 赛格拿到球 直接打了 将将骗出球门啊 这非常好的射门尝试 别失误啊 周围还有对方的球员 张馨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单挑门将啊 门将注意力非常集中 成功将球拒之门外 这是一次漂亮的结尾 卡罗林赛格 直接传给了对手 往刷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啊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门将直接上了 直接把球给没收了 对对对 进攻队员这球没有处理好 应该及时打门 或者分给队友都可以啊 就是 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张馨 王霜的机会来了 他们没有放弃比赛 比赛即将结束 他们扳平了比分 哎呀 他终于还是没能守住啊 还已经表现得相当不错了 化解对方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比赛快要结束了 能利用这次机会打破平衡吗 该取得领先了吧 好饭不怕晚啊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往双 双妹子往上拿球 还好他及时出现完成了抢断 杀死比赛的机会啊 好样的这个进球提前终结了比赛的悬念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还要再补十两分钟 全场比赛才能结束 这个传球直接把球权送给了对手 根据进攻有力的原则 裁判没有第一时间垂停比赛 但还是补上了这个范规哨啊 这对门将来说不是太难 我都能扑出去 比赛结束了